哈囉大家好我是Aan 那今天呢是A排場的實戰解說 那我這場呢是要來教大家 逆風要怎麼打 還有如果有演員的話 那要怎麼去調整一下這個心態 以及說如果你前期 被入野或反野的話 那又要怎麼辦 那我這場就基本上來講解一些這樣的小觀念 應該說這些觀念是 用在我自己本身身上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已經很久沒有講解說 所以如果沒有講好 沒有講好的話 多多見諒 那我最近恢復了日更的狀態 如果有在關注我頻道的話 會發現我每天都有一個小短片 那最近呢 這一場我遇到了兩個演員 那我已經有在前幾天的短片上面 發布了一下 那觀看的人也 對我來說是不少 那可能對某些 大YouTuber來說 可能一千多是很少的觀看數 那對我來說已經很多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 這種 講解的話 我會 多拍這種系列的影片 那現在訂閱我的 看我影片的人 只有百分之九十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有訂閱 那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訂閱 那 可以考慮訂閱我 那 因為訂閱是免費的 那隨時都可以反悔 那最近 已經快要開銀利了 離一千訂閱不遠 那也 大家可以 幫忙動動小手 然後幫我按下一個訂閱 那我們這邊呢 已經看到我們的拉維爾 把我們的紅區反掉 所以我們就 想要上市的人的話 就先把我們附近的一些 小野怪先收一收 畢竟野怪的經驗比較多 兵線的 錢比較多 那我們這邊把我們的 小野吃光之後呢 我們這邊 維拉 的 走位 不小心失誤 然後他血量還沒有很高 的情況下 那這邊呢 來幫他補個線 那這邊我們小心對面的一些 控制技能 這樣子才不會被消耗在太多 消耗掉 太多血 線 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說 等一下來不及 做一個支援的動作 或者是說 被對方做收割的動作 因為對方的打野是刺客 刺客是一個刀鋒的角色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打斬殺線的一隻 刺客英雄 那我們盡量不要把我們血線耗得太低 那這邊呢 我們經濟1.0K 那對面的 刀鋒經濟可能 1.2 1.5 之類的 那還剛好 Solo對面的 施科德的一些 冰線 冰線的經濟 那這邊 我們逆風的狀態就 先盡量先別吃一些大型物件 然後我們這邊 維拉已經 有一點小失誤 又被對方抓了一個 人頭數 那我們現在前期 是0比2 逆風局 那我們這邊呢 一樣 逆風是什麼 逆風就是要保持我們的節奏 不要去管隊友 如果在高端一點的話就 要多多的去幫忙 隊友補線啊 或者是做個支援 就是幫忙撐到後期 那我們蘭鐸呢 是一隻前期的節奏角色 那我們這邊可以快速的把我們自己發育起來 發育起來的話 中期的話 就可以展現我們的優勢 那我們這邊 前期呢 前期蘭鐸其實也是一隻很強的角色 但是我們前期呢 是已經有點小逆風開局 所以呢對蘭鐸這隻角色就沒有這麼的 好 那這邊呢我們快速的收往我們的野區 那這邊我沒有選擇 下去幫的時候 是因為我心情有點小 不爽 不爽說這個 射手一直在煩我 所以 帶一點私人情緒 進去的話 所以我沒有去幫助這個下路的部分 那 如果你是 脾氣很好 心態很好的人 的話 不要像我這樣做 因為我是一個 脾氣沒有那麼好 然後心態也說 也算是沒有很好的人 所以我就有點 賭蘭 那這邊呢 看到刀鋒往上靠 去吃他自己的紅頸的時候 我們就先來把這條大型物件 先收進我們的口袋裡面 那我們這邊呢 會 清楚了解到我們蘭區 快要復活了 因為我們下方的藍buff 快要不見了 那這邊呢 先快速來收一下 我們的野區 那野區對打野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快速刷新野區的話 你下一輪野區 就會更快的刷新 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Delay到你 出野的時間 就是 Delay到你資源的時間 那也不要把 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資源身上 因為這樣子的話 到後面 你的經濟會 打人沒有這麼的痛 除非說你是一隻 星葵啊 打架角色 那蘭朵 也算是打架角色 但是前中期的話 也是需要 稍微濃一點經濟 不然的話 中期的話會 打人 打得有點無力 就很像在抓癢一樣 那我們這邊呢 繼續把我們野區收一收 那這邊我們 趕到我們 紅buff的時候 是沒有制裁的 所以就導致於說 我們不一定搶得過這個拉維爾 那這邊 我不小心搶出了 因為我這邊傷害還沒那麼高 我的聖劍還沒有出 我甚至 經濟低到 連打野刀都還沒出出來 那這邊呢 因為這場我們一直在 西中路的經濟 所以導致於說 我們的節奏沒有掉這麼 掉這麼多 那這邊呢 我今天一直往凱這邊 打的原因是 因為 施科德比較笨重 如果他們 施科德有出現 一點閃失失誤的話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把這座外塔給拔下來 就比較好做 對面紅區的入侵 那這邊呢 我有做一個小失誤 仔細看 我這邊一進的 原本想要上去點塔 然後看到對面的莉莉安之後 我想要退了 然後刀鋒 這個時候進場 把我們的薇菈切 要生一滴血 我那個時候 瞬間想把 那個刀鋒給 推開 然後結果我沒有推到 然後這邊我想要幫 那個 我們家的 凱撒路輸出 結果 不小心失誤了 被莉莉安抓到 所以就死了 那因為我們是一隻節奏角色 所以呢 我帶的是中而復始 這樣子 才不會掉太多節奏 如果前期掉太多節奏的話 你再強 再厲害的人 經濟不高的話 也帶不起這個風向 那我們這邊沒有帶節奏的情況下 我們經濟是3點多K 那刀鋒因為 已經 死掉 然後在復活的階段 所以他可能就會 掉一下他的野區的 時間 就是他沒有這麼快的去 刷他的野區 那這邊呢 我把維拉的經驗 就是把他的中兵吸了 所以 李當的他也會跟我 一起吸這個經驗 這也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他跟我吸經驗 我跟他吸金錢 那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們的 凱撒路已經死掉了 所以我們適時的 來幫他做一個 補線的動作 那這邊中兵要來了 我就先把我們野區 收一收 就不跟他去 搶他的中兵 必須 畢竟 野區也是需要 時間刷新的 那這邊 再一次 速速的 把我們野區清一清 那大家都有看到 我這場 一直在清我的野區 一直在搜刮 中路和 凱撒路的連線 雖然我這場 一直沒有去魔龍路 我沒有去魔龍路 也因為 因為我心 心裡有點堵藍 對有點堵藍 我不想要去魔龍路 那這邊我紅又被吃掉 更不爽 更不要去魔龍路 那這邊呢 我們 吃完凱撒路兵線 然後我們藍區也刷完 然後紅區被我們的 自家野員給 吃掉了 那這邊我 10等 對面的刀鋒9等 我這時候看經濟面板 我經濟是贏他的情況下 我會跟他去做一個 拉打的動作 那我這邊呢 成功的消耗他 差不多 一兩個的血量 那這邊因為我吸血 就可以吸回來 所以我就馬上把 把我的血量吸回來 那這邊刀鋒切下來 那一瞬間 我又消耗他一個 血量 那這邊呢 他的頭已經 破了四分之一格 對 他的頭破掉了 四分之一格 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們這邊呢 因為已經把刀鋒打 消耗了一下 所以我這邊果斷來開 這一個凱撒 他這邊凱撒路掉 不是 不是凱撒路掉 凱撒掉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去說 凱撒兵線 因為我們跟凱撒是雙牌 所以我就 就跟他說 他去跑支援 因為霧己是一隻 可以不需要多少經濟的角色 然後也可以很厲害的角色 他是打增傷的 那我們這邊就一直吃他的經濟 那這邊呢 我想要 迅速的把這個 斯科德做收割 正好拉威爾 大絕打到 那這邊很關鍵 我把大招想要把斯科德往後推的時候呢 我用一技能 一技能往前追上去的時候 我大招 是在後面的 那導致於說 我等一下如果 一技能追太深的話 我有大招可以做一個後撤的動作 那這是一個 比較 小細節 對 那大家也可以 用在一些其他地方 比如說 我開二技能 然後一技能往前追之後 如果我位置陷入太深 的話 我的二技能 可以返回到我的 原來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顯得說 我一技能走太深 然後我二技能就回不來 那這邊呢 我先消耗一下對面的刀鋒 那這邊呢 把他們的血線消耗之後 我才可以去做這個 開凱撒 或者是 入侵野區啊 拔線代身的 這一些動作 那這邊斯科德想要 跟我打的話 我可以把他完全給帶死 就是把他給 遛掉 因為我們的蘭朵是一隻很多位移的角色 那這邊原本我想要再多消耗一下死蘭茲 結果死蘭茲反應非常快的就跑掉了 那這邊我繼續收凱撒路邊線 可以看到的是我已經 6.1的經濟了 6.2的經濟 我經濟面板 跳的速度是非常高 那這邊看到我出裝 我先出一個小穿透的東西 混沌弓 成星的前戲 那這邊呢 我想要出完一個小 小穿透 這樣子的話 等下打刀鋒啊 斯科德才不會太無力 那這邊呢 我想要先選擇把這個凱撒給吃掉 那這邊 我們把凱撒撕掉之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然後對面的 阿奈特 卡的位置卡算不錯 把我這個輸出給卡掉 但是呢 他也因此承受了我非常多傷害 那我這邊 做一個小食物 就是吃了莉莉安太多傷害 因為我想要去留人 結果刀鋒出來 想要做我們收割的時候 我這邊1技能上去 然後之後放一條凱撒 想要讓凱撒 承受一點我傷害 那我這邊 跟刀鋒換的話是不虧 因為我有周遊復始 我的節奏不會掉 但是刀鋒的節奏會掉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的藍區 已經就出生了 那我們就順勢再把我們藍區 再收割一下 我吃我紅的 次數不多次 才吃到 兩次 用手指也算得出來的兩次 那這邊呢 我們就 順勢把下路兵線帶一帶 想說要不要帶個魔龍 或者是打個團戰之類的 因為我們現在經濟 目前呢 是有一點優勢的 那這邊呢 我不選擇去打團戰 我想要選擇帶下路二塔 情況下 那我們這邊把二塔帶掉之後 把二塔帶掉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去打團戰 或者是把魔龍吃掉 換一些大型物件 那這邊呢 對面是三個人倒下 我們可以 考慮再來壓一桌這個下塔 那這裡呢 我想要硬把這個下塔帶掉 然後想說可不可以換個刀鋒 那我這邊 一技能過去之後 大招把它推開之後 二技能開起來 然後這邊不小心失誤了 撞到對面立安的那個 小球球 那我們這邊呢 下路 我剛複合打了一波團戰 那我們這邊把對面的安奈特 給換掉之後呢 我想說來 帶個中路兵線 看可不可以 帶進去之後換個下塔 那這裡呢 立立安非常的聰明 直接把下塔兵線給清掉 那這裡對面刀鋒呢 想要來去做一個清兵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先 上前消耗立立安 消耗了非常多血 那我們這邊大招推過去的時候 維拉剛好運作那個刀鋒 然後配合我們的普攻 以及二技能的傷害 成功把他帶走 那這邊呢 像想要試試看可不可以把對面的主堡給推掉 然後看到史蘭茲復活呢 所以我們就選擇果斷的去推這個下路 那我們這邊 點著 點著 把對面的下路外 那個高地給點掉之後呢 我們選擇來 收一下對面的野區 恢復一下我們的 血量 因為我們剛剛血量只有 剩差不多一半的血量 那這邊呢 果斷拉掉 這樣子的話 下一波凱撒才不會太虧 如果我死的話 那個凱撒吃完 也是於事無補 就是等於說是白送給對方 那我們這邊呢 把對面的藍區給收完之後 我們再帶一波下路的兵線 因為他們看 對面對方 有打野視野 就不會想到說 打野在這邊 那凱撒應該是不會開 就不會去看那個凱撒視野 對面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蘭鐸5 我這場打的蘭鐸是非常 分推 那對面的5個人 就為了守我一個人 所以他們就浪費了 非常多的時間 他們的上路中路的兵 都沒有帶出去 那會導致於說 我們呢 等下打團戰的話 會非常有優勢 因為我們的 兵線是往 對面的 主堡在往前的 而不是往我們家的主堡 因為我們不會有兵線壓力 所以我們打團是很有優勢 那我們這裡 馬上趕到對面 的戰場 因為我們的人 已經開始在打了 那這邊呢 我馬上先進行普攻 然後打開嗜血攻 大招把那個 斯科特和史蘭茲推開 一技能馬上 跑到對方的後排 打那個安奈特 然後這邊呢 再接普攻 以及配合物擊 和那個 輔助的傷害 把對面的斯科特給灌掉 那這邊呢 兵線已經進行主堡 那我們就直接點到主堡 贏一下這場 還未賽 那 也希望大家 不要成為這種人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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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